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莎莎姐 从3月8号开始 我就增加了一个晚上的美丽人生 健康美丽的视频 我自己感觉到能够把我50多年积压的这种经验 分享给大家 这是我感觉到是一种 怎么说呢 成就感 真的 许多朋友都会私信给我 那有的在我们粉丝团里面也有一些粉丝 他们听到我这些专业的护肤理念 知道怎么去正确的使用产品了 有很多朋友 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也有一种声音比较小 那个声音很小 只有一两个 但或许也有人是放在心里不说出来 那这一两个 尤其是一个新疆的一个朋友 他就说 我喜欢老太太 但是你现在呢 带货 说我带货 你现在带货呢 你不应该带货 很多粉丝都不喜欢 这么跟我说 后来我就回了他一句 就昨天 我说 你不喜欢看美丽人生 说我是带货 那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去看些别的 看看球赛啊 看看新闻啊 那你白天早上准时七点半 我们家老太太都会出现 你喜欢我们家老太太 那就看早上的吧 然后后来我就说 祝你健康 祝你美丽 希望你每天心情好 这样子的一个回复 我要这个开橱窗的时候 我就心里已经有了做了一个准备 我一旦开了橱窗 许多朋友那心里的不舒服 心里的想法都出来了 就觉得这个那个的很多想法 这个是我在预期之中 我预料之中的 我看到我的那个早上七点半的视频呢 许多朋友每天还在继续的看 从这里面我看了一下 铁的粉丝就是铁 他也不会说你晚上的美丽人生 我看不看 我心里不舒服 或许他心里不舒服 但是他会用理解的态度 认为 萨萨姐 我就用理解的态度 那另外呢 有些朋友呢 是早上看我的视频 晚上也看我的视频 还转发留言 许多 人生是需要考验的 是不是 交朋友也是考验 在这个自媒体的平台里面呢 我们是结交了五湖四海的朋友 虽然没有面对面的见面 但是呢 在我们每天的交流中 你会给我留言 你会给我意见 你会把你的想法来影响我 甚至于你会告诉我讲更好的方法 是不是 但是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平台里面呢 也有一些心里比较酸的 比方说 可能是他心里不舒服啊 家庭不温暖啊 然后就看到我的 看到我就很难受 哎呀 七十多岁了 你这个白发了 你还这个 讲美容 这个是有了 是在那个 不是在我们今日头条里面啊 是在另外一个平台里 你头发都白了 你还来讲美容 不应该吧 我就连理都不理他 立即给他拉黑 像这种人 你跟他说话 白说 他就不会理解 七十几岁了 还在谈专业 谈美容 你应该收获啊 你愿意听你就听啊 你不听拉倒啊 不需要指责啊 这种人也有 所以 从 三月八号到现在 冷暖 自知 知道 什么叫温暖 什么叫做冷 看得出来 听得出来 这都是我预料中的事情 这些我们都不讲了 我们回过头来 来说说小林的减肥 大家都挺好奇的 我准备让小林有一天 把他的减肥 从头开始 由他亲自来说一说 他怎么瘦了这23斤 小林有一天跟我说 23斤 这么一堆的23斤的肉 我笑的说 你知道那23斤的肉 有多大一堆 是啊 我现在想想看 挺恐怖的 我说那对健康也不好 我说小林 你才42岁 你的体重过重 因为身高也不高 我那天说他1米53 他说我1米55 我说对不起 少说了两公分 他1米55 然后70公斤 点点点点 那太胖了嘛 后来我就 一来我家 我就一直鼓励他 就是我和我老伴 我们都在 严格的控制体重 所以我说小林减肥 健康减肥 我希望你美丽 我希望你健康 所以他瘦了23斤 那有的时候会反弹 有的时候跟我说 他周六周日啊 和孩子吃一顿饭 胖了两斤 四斤 我就说那所以你要给自己留一点负育 留一点厚禄 就是你要体重了55公斤 但是你一定要负育一点 瘦到54公斤 给自己有上下反弹的时间 因为我把他当孩子嘛 我就规定他说 你在7月15号一定要瘦到54公斤 这是年前跟他说的 那现在马上就4月1号了 还有三个多月 他就还要瘦8到10斤 就能够达到54公斤 他说没问题 我说刚来 他刚到我们家 后来瘦了10斤 我就跟他大咕说 如果小林能够瘦到标准体重 54公斤 我只会花1万块钱 给他买各类的衣服 穿出知识女青年的衣服 因为他现在体型没有固定 你给他买什么衣服都穿不出来那种感觉 又跟他大咕说了 一定要给小林重新塑造 小林重新塑造 包括他的发型 也要重新塑造 那这些 这些对我来讲的是我乐意愿意去做的 为什么 我一直在跟我老伴说 我很喜欢小林 小林也很喜欢我 小林也很喜欢我老伴 小林也很喜欢我们奶奶 所以他很喜欢我们全家人 他喜欢我们家的这种做事风格 包括我们是说到做到的个性 他喜欢 所以我们相处很愉快 我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 对小林 我非常喜欢他 所以我觉得人和人的相处 他来了半年了 我们的相处是从一些 实际的相处的关系之中 一种磨合之中 我们建立了这种像母女一样的感情 像家人一样的感情 很多朋友都期待着小林 7月15号以后怎么一个美丽大变身 华丽大变身 美丽大变身 那我们当然会做到 小林也是一个能够做到 这样小林也可以做到 因为她为什么不美丽呢 所以她不会让大家失望 但是她的减肥的这个半年 瘦了23斤 这个心力路程 还是需要她来讲 好不好 今天的美丽人生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明天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